20號中午12點 旭婦製藥的桃園工廠 發生爆炸 釀成大火 濃濃黑煙直竄天際 不少民眾聽到爆炸聲響 全聚集在機場觀景台 而這場大火不僅波及了 鄰近5家的公司廠房 也釀成員工一死一傷 旭婦面對聚餌損失 21號上午在證交所召開 重大訊息說明 我們目前的一個調查 這個農機回收處理 是相對簡單 且安全的一個作業 據了解這場大火 是因為化學溶劑流進了水溝 再加上海邊的強風 才會導致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生產線幾乎處於 全部燒毀的一個狀況 現在財務估計的損失 約新台幣8億元 至少有6億的訂單 可能會受到影響 旭婦製藥為潰濃原料藥的 全球第二大生產商 不過因為奎寧對於新冠肺炎的治療 沒有明顯療效 楊文貞對此也表示 雖然這場損失會對客戶有影響 但還是有其他國家的廠商在製造 不至於供需失衡 農曆過年前 所有相關的薪水 不會受到影響 而是附身為製藥國家隊的議員 蔡英文總統也曾在今年的4月8號 到場參訪 沒想到才短短不到8個月 卻發生嚴重大火損失相當慘重 記者劉志斬召佩桃源採訪八達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